大家好,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2月25日星期五的早上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还有《芒向铁人》 《纽西兰》《游击小波罗》《易得台阳》 大家好 记住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散满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好了,昨天就是这个平安夜 都很多朋友看到走出尖沙醉玩 但是蓝桂坊就因为不准开 哇,静得不得了,烏鸳飞过都嗡嗡嗡 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更加愁的 我们就是今节这个叫法庭《芒生物》这两个主脚 这两个主脚这件事我们都跟进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无端端的黑暴案 有什么要讲几次,没有搞错 因为我觉得那个非常之戏剧化 我觉得绝对是可以拍出来的电影 大家记住了,这两个就是将军奥妈宝 因为周同学事件,不知道什么差事 零七二一一一八三一一一样 忘记了因为那些什么,都是对港铁那方面有点不满 就无端端吃饱饭又没东西做 不如晚上就走到港铁站 打烂它了,然后又说抑鬱 又说抑鬱那么不开心,又有什么要做呢? 哎呀,又吃药了,没有药吃 不要放弃治疗 都讲过好几次了,他们打烂了幕门 有些又刮花了,还是怎样的 维修费是261万,两个都已经呆了 好了,当时这两个又有什么认罪 又这样那样,又什么又差,又成这样的 那其中一个最过瘾是什么呢? 又说什么抑鬱,又说这样那样,又说又点藏点赤那些 临门一脚本来想判刑的时候 其实一早可以做了一些判刑 因为他的爸爸,其中一个抑鬱的爸爸就说 不行,我现在这个辩护律师不知所谓 我要炒你,然后炒了这个律师了 我现在找过一个人来,就关于在英国等他回来的 很幸运的,不然现在这个律师也不知道怎么回来 这个律师就以为就好像很稳,在19 令到英国的航班出现问题之前都给他回来 帮他完成了接手打这场官司 好像期望的落差很大 因为那时候我都觉得这么厉害,特意要炒一个再找另一个出来 又说,初来为什么不爆他的儿子,什么抑鬱,什么精神病 他说不想别人对他的儿子有那个歧视 你儿子做了这些事情出来,都不方便歧视他 有这件事之后,我初来以为这么厉害 你这个辩护律师看看你怎么辩护 谁知道辩护员好像更糟糕了,现在判了每个 现在有两个孖母兄弟,每人都要坐26个月 哇,扣了假期,接近差不多两年了,可能都二十二个月 都两年的了,差不多两年了 差不多二十三四个月左右 喂,都不错了,没想过这样 哈哈,坐两年了,他自己是傻子而已 无端端砍人的玻璃有什么意义的呢?没意义的 哭一声都绝无意义,不单之拼爆了,还有扔梯下去露鬼 那种手势,我觉得很坏格的,你拼完就像推,把手拿走人 你當自己是什麼呢? 所以經常推些什麼什麼 什麼黨鐵 又說要怎樣等等 真是相當離譜的 還有我們不僅僅那個將軍澳站 其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的 就是在這兩個小玻璃之餘 有些人在月台上面 地面那層 他們有一些叫做職員 坐在那裡跳舞柱 或是怎樣的 把人家撥到爛了 接著又放火 有一些火堆在那裡 拆到人家那裡亂了 又學那些林卓廷那些 就拿個滅火筒 在那裡敲人家的職員那個位置 當然沒有職員在那裡 我想那個職員被他融了一次 就射去 拿著那些叫做消防喉 那麼他周圍在那個大堂上就這樣射 他們射開一條人 已經可以 你就這樣射 左右摸著摸著 有些水柱 像水母間那樣的表演 很搞笑的 那樣扭一下扭一下 有些水花扭下扭下,很厉害,玩卵出神日花 多得林卓定教他,教他 大家都没想过,因为有时候你看到港铁很多东西都说 如果你触碰到,或者按不到,港铁你见到里面的按键 你按一个对港铁就不知罚五千元再入狱要多久 你看到的时候你都很害怕,别撞起来 没想过那些人真是破坏港铁站,匪夷所思 就着这些东西又说什么精神病,又说这些东西又不能说 什么不好提,终于这些东西就有个定案了 两个人被指控去年10月8日非法闯入将军澳站 意图非法损毁该建筑物和站内的东西 要说一下,两个人的行动唯一的后果就是破坏 你不要跟我说进去参观,静坐,不要说那么多 你们两个是跑去破坏的 破坏的就是纯粹破坏 纯粹破坏,法官都说了 你们两个人呢,因为是孖母兄弟嘛 所以我们今次的主题写着,孖母兄弟代表什么呢 你们起码你们两个都是连体英的那种 两个人做的行为都是一样的 所以罪责都是商堂,无分彼此,无多无少 两个都是26个月 兄弟一起入手 是的,接着就说,你们两个人呢 不要说到自己的什么冠冕堂皇 就说,对政府表达不满 就受到不负责任的人 就鼓励你们违法达议 这个是不是大耀廷 这个根本就是,润得润到大耀廷 这句呢,说得好 不负责任的人,这个是根据 如果大家上网一搜索 违法达议,你基本上都会 就是戴耀廷的啦 Google搜索违法达议 但是呢,你就不要按新闻,不要按什么 你按图片 图片 就看到他的 成责 成责是戴耀廷的样子 Google真的很伟大 你按违法达议,再按图片 第一章就写着 第一章就是戴耀廷 戴耀廷报告 我并非违法达议这个说法的始创者 就是戴耀廷报告 接着又会影一下,例如什么呢 利用机会去推广违法达议 是二知所在 戴耀廷说的 咦,我看到蒙耀廷报告 我们也很粉 接着呢 他自己说的 你不是始创者 但是你宣传得最厉害 从公民抗命到违法达议 接着呢 继续说 很多,大部分都是戴耀廷 嗯 其实违法达议就等于戴耀廷的了 戴耀廷 你不要说你自己不是李创 是你提倡 就算不是李创 也是你提倡 你在香港提倡这件事 如果有人真的跟着你这样做 那结果是怎样呢 很清楚了 不负责任的人 不负责任的人 就要享受精彩人生 他真的不负责任 这个理论不是我提倡的 我只是说而已 你们自己跟着 明明就是他提倡 可能不是他创造 但是他提倡的肯定是他的 是的 在香港扩大的宣传 就是等于这样 你可能在香港引进一个新牌子的车 可能你引进 我假设Jack假如没有 可能香港没有Bennie 就引进了Bennie的车 接着你又帮他宣传 又说Bennie怎样好用 怎样好驾 那你就间接宣传了这个 是的 不是你创造出来的 但是你是宣传 你是一个代理人 是吧 代理不同 就是等于你福特 福特有很多不同的车 那你代理他们是不同的 进来 有表演怎样链 福特什么的 那你是代理人 你是违法达意 这四个字是代理人 那跟着呢 就说虽然呢 也有什么象征性 还是怎样 但是呢 你们是破坏秩序 唯一后果就是破坏了 那跟着那个官呢 又好像不点名指着某些人 他说呢 这两个人的行为呢 不单止是破坏死物 是破坏整个港铁的系统运作 那时候是不是毛孟静 死物来的 是吧 又是毛孟静的 好呀 这个练官呢 练得出神有化 你真是 是吧 他是很明显是很留意 很留意每一天發生的事情 这个 这位练官 是 或者这些练官 这些可能 看得太多黑暴的case 他们想 因为他要看下他们的口供 是怎样的 是吧 可能这些人的口供 就说 我觉得我自己这样 打破玻璃是违法达义的 我不懂犯法 违法达义 违法达义 可能就明白 是吧 因为我听到大悦婷说 还是怎样的 接着官就知道 又是违法达义 是吧 接着 可能有些黑暴 有口供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 后果这么严重 因为我以为只是 一些死物 咦 又是死物 是啊 是啊 又是 这么多人 都是用这些招来扭的 接着又说 是整个港铁系统 又是社会和谐 和破坏了 市民安居乐业的权利 是吧 两个人将这个港铁站 打到稀巴烂 其实都会令到他们 不本意的政策一夜消失 人会变得平等 拥有自由和世界大同 是吧 是吧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就算拨爆了全港铁站 都是不会变的 是吧 拨爆了双普选 不会的 是不是 嗯 没错 继续 这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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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判词 就是犯人心诚 我们不要经常 只是拿一些 什么 咦 说他们是有为青年 不知道是什么 这些狂扭不好的 我们所以法庭不谎新闻 要将一些很发人心醒的判词 要拿出来做节目 就是这个意思了 是不是 你听一下 听一下 你都觉得很有啟发性 也都可以 一种警势的作用 如果有网友 或者有网友 听到我们这一支节目 透过我们这些节目 分享 分享法官的判词 从而接收到这些信息 有所啟发 我相信 都是对社会 一个有正面作用 是吧 是啊 或者你听了几次 到时 你对着这些黑暴的时候 哎呀 我们破坏他们 政府不听我们说 那你就可以利用到 法官 他们说这些判词的观点 你可以和这些黑暴再说 一些潜在的黄友 再说 他们很难明白的 你不说 潜在默化呢 是啊 或者播一下这个种子 那他们总有一一就会明白了 那好吧 那官就继续说了 你们这两个孖寶兄弟 根本就不清楚自己 究竟是想要些什么的 你的手法 更加是和这个叫民主 和平 公义 和你们的愿景 越走越远 无关的 是啊 不是说你拨爆这些 因为政府不听我说 你拨爆他 那如果我知道你拨爆了 那又怎样呢 我会听你说的 拨爆了 你拨爆了 不要拨爆了 我听你说 你说怎样就怎样 不会这样的 政府 是啊 只会拘捕你 就这么简单 香港是法治之刀 那你违法就拘捕你了 违法是不能够达意的 是吧 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 没错 但是对于那些人呢 用来酬奇 或者对于那些人吃人血饅頭 那些 那些 就会觉得你有意义了 你是贡献了给他们的 吸食你们被捕之后的能量 那今天继续再说了 如果法庭不让你们惩处的话 就会令到很多年轻人有理想 以为自己有理想就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必须呢 法庭要发放这些讯息出来 所以我们 枪强编辑部呢 都帮手发放一下 暴力 就是暴力 没有美化和合理化的余地 你们两个人 当时携带的器具呢 明显已经是有备而来 应该是知道后果的 你们不知道后果呢 这个我说的 你们现在不知道后果呢 有个官说给你听了 都是那句啦 使用暴力就合理化 有什么私了啊 有什么装修啊 这些完全是听到 都觉得可耻的这些说话 绝对是啦 这些行为本身就是一种 违法的行为 无论你什么诉求也好 你不应该剥夺他人的财产 还有啦 他其中一个呢 他老爸呢 又说什么 他儿子有精神问题啊 又说为什么不说啊 就是 说免得不要歧视他的儿子啊 那样 那 为什么 这件案 再拖了 又要给一个律师来呢 就是说 儿子 找那些什么精神报告 再配合那个新的 就是炒了一个 再请一个新的律师来呢 配合了 那才判啦 好不好 他收了这么大堆东西 原来呢 我觉得 应该要看一看这个 爸爸呢 有没有机会起诉他 为什么呢 喂 报告说 原来他的儿子没有精神病的 哦 假扮有事啦 原来没有抑郁的 原来 没有事的 那真的 是啊 爸爸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过呢 作为他们的父亲呢 其实我都很理解的 儿子 那儿子要摸牢 那当然是想尽办法 希望他救到出来啦 救不到出来都减刑啦 少一点啦 所以我觉得 那儿子坐那么久了 是不是 那儿子 那儿子 啊 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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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兩個報告都是沒有,說謊,你兒子是不是夠中吃藥那些 你要拿回證據出來,不然你搞到法庭又要這樣拖著也挺麻煩 雖然兩個人可能受到其他人的言論影響,可能戴耀廷和毛孟靜 他們確實是有違法的,所以就必須要接受法律制裁 都說這件案件相當嚴重,兩個人沒有任何藉口可以合理化 是的,絕對沒有,現在坐26個月,再加上還要賠這筆錢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怎麼賠,200萬不是小數目 我相信他們的父母可以幫忙,或者將來出來分期付款打工還 只能夠這樣,再不是破產,破產後就一條好漢 不止261萬,唐輝呢?律師費呢? 哇,哇,半球都來,因為拖得太久了,又炒人又成 不過我爸爸說得這麼勇猛,又炒人又這樣,又請英國大律師 在英國的大律師回來香港幫忙打這壇 哇,應該有一點水的,是不是? 那這兩個就都趕得及,就在這個叫做平安夜的時候呢 就進去體驗一下監獄的聖誕究竟是怎樣的 平安夜究竟是怎樣的 飛回個靚髮,換到新衣服 過兩年的精彩人生 都挺有趣的,他們沒想過自己要這樣 剪頭髮,開哈提,一進去就開哈提開 耶! 真的不知道,會不會播聖誕歌呢? 或者加了一個橙 嘩,有到聖誕,有到聖誕 會不會有那些什麼,那些朱古力的蛋糕 你真的不知道 哎呀,沒得撐了 還是那句,不要再受那些人的影響了 現在都沒辦法了 是呀,害死人了,那些兒子說的話 真的,因為官那時候都說這些,我也不明白這些邏輯 啊,說起爆玻璃呢,可以說下一件事 那我有一個朋友,他駕特斯拉的 那他那天打算直播那段片 他拍片的原因好像說 那一輛特斯拉,就不知道怎樣鎖了一輛車之後 不知道他因為手機問題還是什麼 就不能夠用手機或者怎樣開回門 開來開不了那輛車 他就唯有打爆那輛特斯拉的那個玻璃 那他在停車場在那裡準備打 然後他就說要拍片直播給大家看 Facebook 那他就拔了人家那個停車場的那個滅火筒 那現在他跟我說,特斯拉原來有一個這麼蠢的功能 現在就開不了那輛車了 那怎樣怎樣 他想著就唯有打爆那個玻璃 就拿回裡面的東西出來 很緊要這樣 現在我打了 那他拿一個滅火筒 就這樣好像一個鐘 撞開人家的大盤這樣撞 咦,厲害啊 我看你撞了很多次都撞不爛 撞不爛啊 撞不爛啊 是啊 他還很驚訝 死了,打不爛 好雨啊 因為全部人在看他這個直播 打爆那個特斯拉玻璃給大家看 那我自己都在看他這個直播 為什麼打不爛 咦,奇怪的 怎麼沒有東西的 然後他就去看一看 魔法玻璃 原來直接的花都沒有 可能打了一打 原來是那些脫油那些 就是那個叫做 滅火筒那瓶脫了那些油出來 然後他撞了那個玻璃 咦,為什麼沒有事 後來他放棄了 唯有明天不知再怎樣過來 開回特斯拉的鎖 本來想充電都充不了 去回那個位置充 所以有一點麻煩 那好吧 我們講這個玻璃問題 暫時這裡 記住,大家不要拿這輛特斯拉自己去打 你打爛了就不關我事 不關我事 一打就爆了玻璃 這個不關我事 我叫你不要打的 是啊 我告訴你有朋友打不爛 我不是告訴你 真的那麼厲害 不是,我撞碎了 這個你的問題 記住,我們要好好愛惜自己的撥撥車 尤其是特斯拉,你不要拿特斯拉的天槍打 你打爛了天槍 幫你不到 嘩,打最大的 那不關我事 這個記住 這個記住 純粹朋友的分享 並非真的叫大家去嘗試 記住 千萬不要亂摔自己的車的玻璃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